太行山中,散落着许多古村落,一封存厚,建筑考究别致,古风古印,只是养在深归人为时,正因为有人罕至,这些山村特有自然痕迹才得留存。 从今天,人们眼中民族珍贵的风景,在南太行,古朴的小村落往往可以震惊世界,比如郭亮,丰门村,去爬山吧,也许经常会到达一些你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也不会去的小村庄,贺币王家山村和南贺币, 有个古村落王家山村,可谓传奇的古村落,他始建于明朝初期,几个世纪来近乎与世隔绝,热力青石住屋,风格古境,度局严谨,泥风淳朴,深处此间,法复顿宵,仿佛至深那个不知有范,无论内境的桃花园,他们沉起而坐,日落而息,青石建屋,一指,贺币市贺山区西部山区基家山乡境内,山西报独村到独村,位于新乡辉县与山西陵川县交界处, 双底村马五寨暴独村巴里沟穿越是南太行山中的一条经典线路,这里自如以来道路坚显人际罕至,先民和居于此后,发现牲畜无法入内,只得怀抱幼独带入村内,等幼独长大后繁衍后代,村中时有牲畜,暴独来入,独城而耕,暴独知名由此而来,这里几乎人家出行就靠腿,周围巴里沟都已开发,这里却反其道, 保持着原始风貌,看这些领队的旗帜,就知道这里在户外的地位,门家客栈的床有一点简陋,是的,比税帐篷怎样,咋说也不怕下雨吧,地址,山西省境城市凌川县,徽县寒口村寒口村,位于徽县市太行山深处一个小山沟里,距徽县市区30余公里,群山环罩间,山的另一边就是山西,寒口村水仙寺, 据说非常灵验,这里不用买票,景色不比景区差,没有开发,原始生态,寒口村南盘王莽领滴水寨寒口村环线穿越,是经典的爬山路线,河南山西的进进出出,山石密布,小有强度,地址,河南新乡辉县,寒口村,叫做夕阳丰门村丰门村四面环山,一山而建,村中房屋建设错落有致,村庄前面是一条河流,村庄居河流又暗建立,自然风光十分优美, 村落不大,几十座宅自阴室而建,错落有致,均集中在方连数百米以内,摊天的古墓随意肃虐风长,把层前屋后覆盖,所有房子皆以轻石器根基墙体,白灰钩凤,木梁传着全用粗大的山杂木,少腹青色小碗,愿落阴室布局,主体多为二至三层,各种附属建筑以轻石板布顶,虽低矮些,也多为附式,整体看来,建筑布局和模式严谨化一,推克阴室数百年, 前,某一大家族整体搬迁而至,后看到村落南端广场,露出的整个村落统一的排水行动,更说明此村落在建造之时,必有高人规划,排水系统的设计远上郑州城区,但这个村子之所以值得去,还因为,这个村子是真正的无人村,又誉为中国第一对村,封门村传说有封门绝户之意,即男人娶不得媳妇,女人不生孩子,最后全村仙怡, 勾勾有一股,弯弯有阴魂,图片整理编辑,共享点小豪人号内容,未兼许可不得转载,如有套的建议请联系